李氏,嘉義教授 感謝新的基金會的邀請 他招來支持 來主持了這一場的那個講座 然後我跟黃島還有姚瑞忠聊過 那麼黃老師這裡希望說我們在這一場有一些能夠集中問題的這樣的一個焦點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所以他希望我們能夠先發展 就是先準備一些這個背景的這樣子的討論 那我想了很多 就是一個方式是說從我的這個角度 去介紹兩位藝術家的這個作品 就是以為是導演以為是藝術家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比較直接的提出一些問題 那關於他們的這個作品的這個部分 也許我們有機會可以再做一些補充 那因為這個 這個我自己呢在這個去年 現在已經是去年的成品的這個展覽裡面 跟高兵洪洪進行了一系列的廢墟的這種計畫 那黃導也特別講到這一點 所以我待會從這個部分提出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今天我比較想從兩個部分來談這個題目 那引入我們今天的這個討論 就是歷史回訪跟影像行動 那這個當然是涉及到兩種路徑的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路徑之外呢 它當然是針對了 我們一些特定的當代藝術的問題 而形成的某一種路徑 所以我剛開始做一個引言 我就把我自己所在思考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先提出來 那接下來就請這個 導航導跟姚瑞宗 他們能夠接續提出他們的想法 做相關的這個討論 那我坐到這邊來好了 首先我先引用這個 一首印度詩人 伊格巴勒他 有四個詩句 他是在談廢墟中藏著誰的故事 這樣子的一個詩句 那他的問題呢 以及他自己的這種立場 就一個印度詩人來講 他在思考的是穆斯林的這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廢墟藏著誰的故事 你們無聲的這個腳步在表達某一種情思 他告訴我你們的哀傷 因為我也滿來苦痛 那我只是程度 我是想要走向你們的那個旅行隊的程度 作為這個程度 我覺得比較像我今天的這個主持人的這樣一個角色 那真正的旅行隊呢 是導演 是藝術家 那我也在思考這兩種路徑 就是這個旅行隊呢 他們走過的路徑 那麼這個路徑本身呢 當然就他們的創作的脈絡來講 還在持續當中 可是就他們創作的這個內暗來講 有很多部分都指向了這個廢墟 最近有一本書呢 引起比較大的爭論 跟廢墟有關的 是在談這個帝國的廢墟 是一個印度裔的 這個英國人叫Milash 他這本書呢 用這本書呢 在談這個亞洲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今天在談黃稿跟這個 這個姚瑞宗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困難的 比較困難的切入的點 那麼困難到我一直在流汗 那我想從亞洲的知識 跟亞洲的這個政治覺醒 來去做切入 雖然說在姚瑞宗的這個 我那邊有一本畫冊 裡面的序言 徐仁瑞呢 他是用廢墟 廢墟中的犬物 來形容這個姚瑞宗 可是從今天的這個狀況來講 就是三個階段的海事滲樓的這個計畫呢 好像證明或是反正 姚瑞宗呢 不完全是一個犬物 他是具有某一種這個行動的 所以就比較長時間的來看 那包括這個黃島呢 他在早年做的這個獨立電影 到現在的這個紀錄片 到現在的這個瓶碎的檔案的紀錄呢 對我來講 我還是回到 從兩人的共通點來看 就是廢墟的問題 如果把廢墟的問題放到最大 把這個尺度放到最大 也許 就是這邊所講的 就是說 二世紀最重要的發展 其實是亞洲的知識 和政治的覺醒 那麼 以及亞洲呢 從這個原本的這種舊帝國 還有這個歐洲的 這個資本主義 或是殖民的這樣一個帝國呢 從兩者的廢墟 它是一個雙重的廢墟 從這個雙重的廢墟呢 亞洲如何再站起來 如何得到他自己的知識 跟這個政治的覺醒 所以這個密斯拉呢 他是從中國、印度、穆斯林的 這個三大反動的這樣一個傳統 去導入整個悲壯的 亞洲現代化的這個過程 然後他剛開始 書裡面剛開始談的 就是日俄戰爭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基本上 也就是日本 他要引入這個 歐洲式的這樣的一個殖民帝國的 這個概念 從亞洲 因為亞洲的這個 舊帝國 然後完成他這個 現代化或是東亞共同圈 這樣一個想法 其實這個對亞洲本身來講 是一個 創痛 就像最近的 這個 參拜建國神社的這樣一個事件一樣 他本身也許是為了這個客觀的 國內的選票 可是實際上就亞洲的整個反應呢 我們說 韓國或是中國 那麼 或是台灣 他其實都在觸動 在觸動這個 戰爭跟殖民的這樣的一個創傷 那在這本書裡面 他把各個不相干的那個事件跟地區 把它編織起來 變成一個 一個網絡 那麼 主要是在呈現 亞洲諸民族的 基體經驗和基體想法 所以我今天是比較大膽一點 我想說把這個 就是 黃島的作品 跟姚瑞聰的這個作品 他們創作的這個想法 把它拉到這個 亞洲的層面 亞洲的主觀經驗 來做思考 那或許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因為在這個廢墟上面 是雙重的廢墟 對我們來講是 舊中國的這樣一個廢墟 還有這個 日本殖民帝國之後的這樣一個廢墟 那這個其實是在我們活動宣傳裡面的 這個畫 我還是按照原先跟黃島 還有姚瑞聰談的 就是 我自己看到的是從90年代以來 黃明川他是透過了這個獨立電影 然後紀錄片 我在桌上放了一堆 舊的新的這些紀錄片 那麼一直到影像檔案的這樣的一種創世 那很多部分讓我們看到說 他其實對台灣的這個歷史的命運 對神話 對台灣的地景 當然也就涉及到了這個廢墟 特別吸不來的人 這個代表性的這個影片 他就具有這樣的一個廢墟裡面的這樣的一個特質感 那這裡面 如何去進行一種敘事 或者說 為什麼要創製這些檔案 就變成一個根本的問題 那姚瑞聰是另外一個檔案狂 就是 因為他好像捐給我們學校有一整套的 應該是展映活動的海報 海報分DM 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他的 從早期的動行為 錄像 然後到繪畫 廢墟影像 一直到海市聖樓這個公共空間的 大規模的調查 這樣的一個行動跟紀錄裡面 那實際上也是對 台灣當代藝術 展開了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中和性的 這樣的一個藝術家的姿態 對我們的歷史跟地景 做一種批判性的一個思考 那作品的部分呢 我就很片面的來談 很片面的來談 因為我想說今天比較重要的 檔案定位在說 是不是我們來交換一些觀念 而不是對於這個作品的 這樣的一個評論 也就是說從導演 從創作者的這個想法 來提出 對當下的這樣的一個創作 跟影像檔案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們在進行這兩種路徑 我們在進行這兩種路徑 就是歷史的回訪 跟影像的這樣的一個創制 這兩種路徑的時候 我們真正在思考 在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的架構 這是90年的這個西部來的人 我自己寫過的一篇小文章裡面 是發掘黃島在這裡面有很多 在這個地景作為廢墟 也就是東部的這樣的一個地景裡面 有很多去掉頭的影像 這是我之前寫的一些文章 在這裡面的這個主角 他配合著 或者說 其實跟影像平行的是 一個非常長串的神話的敘事 這個神話的敘事 它是用古老的原住民語 非常完整的在講一個 某一種這個災難 跟民族的命運 歷史循環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一直讓我想到這個 海德格喜歡談論的一個詩人 那麼 這個詩人 他在談多瑙格的 這樣的一個起源的時候 不斷的在思考一個民族 他怎樣透過這個空間的展開 在歷史裡面展開他的這種棄居 跟他的這種定居的之後的這樣一個命運 所以在西布萊的人裡面 他有這樣的一個史詩的這樣一個企圖 可是在這個史詩的這個脈絡裡面 他除了有原住民的這些神話之外 他其實還有西方的 像基督宗教的這個牧師 他在這個影片裡面 也有一個鏡頭是去掉頭的 但是他是在傳道 那這個當然一方面是某一種現狀 可一方面對我來講具有一種 隱慾的這樣一個性格 所以這個西布萊的人 他在原住民 在這個方言 在國語 在傳道的語言 在古老的這個原住民的語言 神話語言 這個假髮下面 進行他的這個廢墟的這樣的一個狀態的展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複雜我們用另外一個觀念來看的話 就是日本他們對於現代化之後的這種現狀 他們有一個流派叫做考現學 就是Modern Knowledge 就是對於現代時期 這個遺留下來的這種遺跡 進行一種考證 或是進行一種考古 那他考證跟考古的 並不是被完全廢棄的這些遺跡 而是這些現代遺留下來的這些痕跡 它現狀是怎麼樣 改變為怎麼樣子的一種使用方式 包括空間 包括人 包括鐵道 特別是都市的一些樣貌的改變的過程 這個當然涉及到這個 對西木萊的人來講 它涉及到這個戰爭的問題 涉及到原住民跟漢人之間的文化衝突的問題 但是也涉及到這個殖民之後 跟現代化之後的 這個種種的 我們可以用武惑的話來講 就是一種餘生的狀態 那這樣一個餘生的狀態 就它的現狀而言 西木萊的人 他好像企圖要講這樣一個複雜的 廢墟的故事 那我會覺得這個影片 它等於是開展整個這個黃島 它對於廢墟問題的一個探索 一個複雜性的一個起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片子 對我來講還是相當具有代表性 所以它後面對當代藝術 在這個關注的過程 對台灣文學 詩歌 關注的這樣一個過程 對台灣的地景 關注的這些過程 我覺得一定程度都有 歷史意思是 當然不在話下 但是在這個歷史意思裡面 似乎不斷的回想的一種 這種廢墟的 廢墟的意思 但是這個廢墟的意思 如果它不是一種捲爐狀態的話 它究竟要從什麼樣的方向去做推進 這個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那麼它推進的這些歷程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旅行隊 它走過的這些廢墟 在這些歷程裡面 它想到了什麼 要往哪裡走 這個是姚瑞中的 這應該是廢墟移走的 這一個 找年的計畫裡面的一個檔案 如果我看的沒錯的話 這個是不是就是那個 樹林廢墟 樹林的台氣 這個保修廠的 台氣的這個廢墟 那對 這個 姚瑞中來講 它是在很多的這個創作的系列裡面 都呈現出對廢墟空間的一種 執擬 或是一種著迷 那麼我們說 如果有所謂的 煉物 那麼對姚瑞中來講 它應該是 煉廢墟屁 就是我們可以 用廢墟串起它 這個一系列創作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 包含這個 海市聖樓的這個計畫裡面 然後 即使要進行這種 社會批判 還是不忘從廢墟開始 那麼在這個空間裡面 剛好也是 有一個部分呢 也是我跟高俊宏 一起去參與的 這個 歷史影像晶體計畫 在廢墟裡面 進行進化的創作 其中的一個場景 但是這樣一個場景 在高俊宏 他是 早在 19 在2010年就完成了 那顯然 這個 姚瑞中更早 他更早就進入到廢墟 所以 我自己也想 從這個 馴瑞的 那個序言 開始 對 姚瑞中 提問 如果不是犬儒的話 那是什麼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 重新從亞洲的 關於自己的 當下 從考現學的角度 我們對這些廢墟進行一種考察 他是台灣 汽車公司 排氣的 這個 保修廠 他廢棄之後 他 其實在這邊 一定程度應該是在養地 這個是南港 對不起 這個是南港 前面這個是 這個是樹林的 樹林的廢墟 這個是南港 這個好像也是 也是 對 這個也是樹林的廢墟 那如果我們說 在這個廢墟裡面 它氣質在那邊 除了 彰顯了這個 台灣汽車公司 然後 它本身的 企業體質的 這樣的一種改變 之外 那麼 是不是還涉及到 關於 這個 地產 或是說 國土的 國土變更的 這樣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從這個 新自由的 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講 就是 地產本身變成一個 資本流動中間的一個商品 它是不是在代價而估的 等待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 廢墟的問題 它涉及到的 當然 不只是這些 我們說 它有一些是 戰爭的這個廢墟 有一些是這個 實民的 殖民後的這樣的廢墟 不只是這種現代化 之後的廢墟 那 那 我自己參與的 這個 高俊鴻的這個 創作計畫 然後 這個是 黃導一定要 要講一下 這個部分 這個是 John Thompson 在 1871年 然後 在 老農西 那 他拍的一張照片 各位可以注意到 照片的 左邊的中間 有兩位原住民的這個小孩 但是在 高俊鴻的這個 創作裡面 他 在 同樣的台戲廢墟 裡面的 一個空間的 場地上面 樓探底 畫了這樣一個畫 後來變成 最近這個 蔡明陽導演 他的 金師獎的那個 評審 評審團獎 裡面的 郊遊 這部片子裡面 一個重要的場景 所以他的海報 其實就是這張畫 那高俊鴻把兩個原住民小孩 把他拿掉 那麼同時在 這樣一個廢墟場景裡面 去呼應 這個 地景的這個狀態 所以 一定程度回到 我們今天 我自己想要提的 一個 基本的問題 就是 這裡面有一個 歷史的回訪的 這樣子一個動作 就是 重新在廢墟裡面去尋找 歷史的一些線索 殘渣 那另外一部分呢 也透過影像的這個 行動 這個影像呢 首先我們說 John Thompson 的這個影像 在高美館展過 那他的影像 本身是 有相當的 這個殖民帝國的這個色彩 雖然說 他是一個商人 是一個博物學家 可是他所收集的這個資料 然後到後來 就是 其實是 英國呢 他們在 公越亞洲的時候 相當重要的參考 他們都是回去會寫報告的 那這個是 高雄在宜蘭 的 原先呢 原山基堡附近的 這種基地的 飛機空間 他畫了一位 臨時飛機的 這個 飛行員 或者說機械員 那 應該是叫 吳正光先生 他是台籍的日本兵 所以這邊 就涉及到 這個 台灣呢 他在承受這個 殖民帝國這樣一個歷史 本身的一個 一個 一個特別的 一個狀態 就是 我們說他是 創傷 已經 不足以停止 就是因為講不清楚 因為這位老先生 他在戰後 好像在九州受訓 然後在 要去衝美國的這個船艦的時候 並沒有成功 所以他 活下來 活下來之後 在國民政府來之後 他被懷疑 所以他就跑到香港去 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再回來 然後照 這個牆壁上面畫的是他 現在跟他年輕時候的照片 所以是把這種歷史的影像 然後置入到 這個 廢墟的牆壁上面 不信他前陣的去世 這個是他後來發展的 一些跟養殖有關的 一些香草 這個是高俊宏在 這個 金山達樂花園 這個花園遊樂區 在台灣應該是在 7080年代很流行的 一種空間 我想 黃島應該非常熟悉 這個 姚慧中也非常熟悉 那 這樣一個花園 形的這種樂園 在廢棄之後 那實際上 這個 達樂花園 他離 金山河電場 比較很近 所以高俊宏他在這邊 畫了 日本福島 災電之後的 一張照片 是一位母親 正在尋找他的小孩 後來原因小孩有長到 然後 好像最近也答應說 有機會 他願意接受高俊宏的邀請來開玩 那這邊就會涉及到 跟日本的兩種關係 前面是一個殖民的 戰爭的這樣一個創傷 那這邊呢 是 這個 這種 輻射的這樣一個災變 讓亞洲人本身 有一種 休息與共的這種感覺 這個是原來的照片 這個在金山畫的 這是一張台唐的照片 就是 我們到 台南的總爺堂場 在馬道那邊 有這個廢棄倉庫 那麼 這個台灣的唐業當然也是殖民史裡面 很重要的一環 它作為 這個 戰爭資源的這個供應地 今天的命運 從考獻學的這個角度來講 台唐已經變成一個在販賣國土的這樣一個企業 它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生產性了 所以我們在 在那邊選了 一張 他們 之前運動會的一張照片 然後畫在牆壁上 那麼 之所以 會脫口 是因為被警衛抓到 我們畫到一般時候 這個 因為我的車子放在太顯眼的地方 警衛下班之後 然後繞過去又繞回來 說怎麼有一台車放在 那個 尼巴旁邊 他就 叫我們 通通不許動 通通給我下來 因為我們是用陰架 陰架 因為它非常的高 用陰架在那邊畫 他叫我們把陰架拿走 把牆壁上的東西通通清掉 所以呢 高居宏後來就用一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照片 來自我檢查 以及嘲諷 記憶 我們當時的 一種窘況 但是實際上 後來我們晚上再回去畫 就買了發電機 回去再畫 但是那發電機 我不是很推薦 那個 剛好買到大陸製的 就是 它只發了一次 後來有一半的人 整個晚上都在拉發電機 有一半的人在畫 還是把它畫完了 那這個呢 是在 這個 金龍牙刷廠 金龍牙刷廠 這個 還沒有畫完 牙刷廠就被推倒了 就是 變成要蓋好膽 所以是非常好 然後在新莊那邊 就是完全移為屏蔽 我想這邊有很多 很多人 小時候 或是某些時候 用過金龍牙刷 不知道記不記得 唯一條龍 金色的 硬的不是很精緻 但是牙刷上面會有 那條小金龍 這是在那邊畫的 這是宜蘭基堡 宜蘭基堡的這個場子 這是金龍牙刷 牙刷廠被推倒之後遺留下來的 那些現場的那些牙刷 那這個是 我們到小坪鼎 去畫這個 我父親 這個 他年輕的時候 在這附近受過訓 所以畫他 當時跟他的一些同袍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他後來只記得一個人的名字 其他的人 其實只有見過那一次 就受訓之後 拍了一張照 照片上還寫了一句話 是在民國四十四年 寫的是 讓我們的精神凝結起來 然後我跟高金龍 在那個地方畫完之後 復興節的時候 再請我復興回去 去看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去過的這種地方 那這個是海山煤礦 海山煤礦的廢礦廠 1984年 有一個很大的災變 死了九十幾個人 最後只有一位礦工活下來 那 而且他吃了他的 這個罹難的 這些 同事的肉 才活下來的 但是在 90年代 整個礦區廢掉之後 好像這些人 是逃難一樣的消失 所以這些衣服 他們 在換時間裡面 整個時間好像 凝結起來 那我們所謂的這種廢墟 在這個部分 一樣的他在 這個 能源的 所轉換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被整個 整個現代的進程 所淘汰 而這些 礦工呢 好像也被遺忘了 那後來高俊弘整個這個計畫 繼續移到 這個 亞洲雙鐵展 在國品館 在台中 那在成品展的時候 他也有 在不同的地方 不是在海山 鎂礦這邊 在不同的地方 有取用了一些現存的物件 來紀念他們 那這個是 剛過世不久的這個 報導攝影家李文綺 他在一座84年拍的 這個 禮難的礦工的照片 各位可以注意到 這個 他的手握得非常的緊 那 這個好像是跟他們 死前的某一種 缺氧的狀態有關 那我們把這個 畫的 這個照片就畫在 海山廢礦的 其中的一個 應該是捲氧機的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非常高的 一個 空間裡面 畫在這個牆壁上 但是到了 六月多的時候 他被完全禁掉 就是整個壁面被洗掉 其實完成的部分還有左右兩邊的 這個 那個家屬 就是餘生者 我們也把它畫下去 當作一個紀念 這個地方 是 恩主公醫院 就是行天公他們的財產 他們已經在規劃要把它改變成療養院 那 他的意思也就包含了 他要完全忘掉海山梅花這件事情 這個災電 那這些家屬其實都還在 那聽說有部分的這個禮培的問題都 到現在都還沒有清理完 就是 已經 那三十年了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就是進入廢墟的這樣一個行動 之所以會被清洗掉 我們回去看 洗得一乾二淨 是因為他的確 有行動的這個意義 也就是說歷史的回訪 跟這個影像行動 這個行動本身是有一定的能量 或是一種政治的這種意涵 當然 高俊宏後來不死請用回去再畫 然後畫得更大 這個是現場 遺留下來的一些物件 就是證明他們那個時候管理非常良善 是全國礦業的開國 這些獎狀 這是我們那時候畫完的 這個狀況 後來是這整片被清洗掉 有很多現場遺留下來的 這種門診 診療單 它代表礦工本身 他們的某些生活的片段 這是金山達樂花園的廢墟 那我想我就把這個 我自己的部分 就 大概先講到這邊 所以我的問題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從 廢墟這個角度去做開展 就是在這個問題下面 因為它涉及到 這個我們從考獻學的這個角度 它會涉及到這個 近代的 這個帝國的這種興起 歐洲、美國跟日本 那他們涉及到殖民的問題 戰爭的這種問題 資本主義興起的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現代化的 城市化、工業化的這些問題 當然有些部分還涉及到一些 符號的這個廢墟 我今天就不擴展到那個層面 所以這個基本問題就是說 我想請問兩位創作者 對於廢墟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思考 跟兩位的創作的這樣的路徑 如何的在出發的這個部分 以及在線形的部分 成為一個線索 我會覺得當然沒有辦法涵蓋全部 只是我想我們一次能夠談的這個部分 作為一個起頭 是有 所以我第一個主要的問題 是不是這中間有一個貫穿的線索 從廢墟的這個角度來講 那第二個呢 比較小的問題 就是也是歷史的問題 如果從這個歷史回訪 跟影像行動來講 我想就台灣當代藝術還有一個 系譜學上面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系譜 當然我們知道說 我自己的興趣是在這邊 就是這個中間的關係 要怎麼樣去釐清 我對這個部分很感興趣 因為這個中間還包含像 陳介仁 因為今天這個問題呢 我想也同樣適用於這個 陳介仁的這個創作 那有一個部分呢 其實也適用於像 高崇禮他的創作 那 吳天章 可能也有一部分 對於這種 影像史的 影像的這樣一個挪用 到他們的這個 自己的創作的這個範疇 那 比較 年輕輩的這個部分呢 我想 我想這邊我先不延展到那個部分 就是我待會可以再往下談 我先起一個頭 就是 在這個中間我想問的就是說 在這系譜上面 中間的差異 就是兩位呢 比如說跟陳介仁思考的這個問題 高崇禮的問題 吳天章的這個問題 這中間應該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我們 似乎可以在這個場合裡面 去談一下這個系譜上面的這個差異的問題 雖然我自己也有一點點想法 但是我想我先做這個評論 那麼先有兩位來回答 或是來回應這兩個問題 或者說你們 有準備的 自己想要講的東西 我覺得也可以 就你們自己講的東西 來開展這樣子的脈絡 我們接下來就先請黃道開掃 我們歡迎黃道 謝謝卓君 很高興 這麼晚了 這麼多人在一起 大家可以一起來聊天 算聊天 其實我們兩個人 銳衝跟我的共同性 我也記得存在他跟我 是存在在台灣的很多醫師家當中 那麼 郭老師剛才有提到 也存在在非常非常多量的 全世界的醫師家的身上 他不是一個單一世界 我們不能稱你狂 我們不能稱你狂 這是一個特色 就是有關於收集 理解 分析 資料這個性格 是存在在很多很多人身上 我們知道 過去的一分鐘剛才 郭老師講話就已經變成歷史了 就變成資料了 所以不要忘記 我們是活在那一種 在移動的歷史裡面 我們不可能離開任何歷史 剛才卓老師一直提到廢墟 他很喜歡廢墟這兩個字 他還用廢墟來談我的電影 而且他一直用歷史重訪的概念來說 可能我很樂意於重新再去看歷史 再去觸探歷史 那麼他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他是不是要問我什麼方向推進 要推進向哪個地方去 那我覺得是怎麼樣 我覺得從過去的任何經驗來看 走過什麼樣的路 怎麼走 然後留下什麼 可以推斷一個人 一個民族的特色 這種偵查是你是回避不了你的行為的 就是有點像這個犯罪現場的意思 是一模一樣的 歷史真的不會只有歷史 如果真的歷史只有歷史那是很無趣 其實歷史裡面看到今天還活在你身上的 很多還在跳躍的 還在呼吸的 還在指揮著你的身上的東西 即便你對歷史一點興趣都沒有 它還在你身上 那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個人 這個銳衝也許知道一點點 就是說 上次我們在一起 我稍微有提到這個概念 我最近在研究光的時候 因為有一種新的光 這個很光管 然後我在研究它的這個設計 又回到我過去對於這個底片生產的時候 有很多的認識 那麼如果對於當時的這個彩色底片的有研究的人 就知道一點就是 最早畫面的這個像EGFA 像KODAK 他們都有偏色 大家都以為說彩色就是正色 一定可以挑到 無論如何可以挑到一種所謂正常的顏色 那柯達跟EGFA跟FUJI 如果一起放在一起 用同樣的角度 同樣的攝影機拍攝同一個人 那個人完全都不動的話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一樣的曝光衝出來 一樣的水槽衝出來 也關鍵什麼事實 KODAK對紅色非常敏感 然後白人的皮膚拍攝非常漂亮 非常健康 紅潤 那這是美國特色 它代表著一種年輕 一種熱血 一種健康的感覺 一種對膚色非常強調皮下的血色 白色呈現一種健康感 這是KODAK的這個特色 EGFA 你如果用艾格法 當然很早就沒有在生產 現在都在生產那個藥 EGFA就對黃色非常敏感 是不是整個歐洲都有一種古老的 偏黃的 成就的感覺 就是所有的白色 因為時間久了以後 都會有一種偏黃的 產生了一種意向 那FUJI呢 FUJI對綠色有好感 全世界最好的底片拍 新鮮的竹葉 FUJI拍才最好 免得要死 那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加上今天我們 看歐洲人普遍所使用的燈碗色溫 美國人跟台灣人所使用的色溫 也就一目瞭然 台灣的加色溫普遍 從2008K到6400多年 那麼歐洲普遍從2008到4000K 那這條門越高呢 表示是越冷 越色調 越偏藍 可是你要知道歐洲人 絕不把4000的燈碗 燈泡放在家裡 家裡只用2千塊 台灣人不只6400放在工廠 還把家裡用6400檔點客廳點得很亮 所以我們的環境偏藍色 我們的色彩感覺偏藍色 我再說一次 歐洲人為什麼那麼喜歡喝紅茶 或是紅茶加糖 紅茶出現一種咖啡 他們認為豐富 深厚 然後清淨 有一種叫做濃郁豐富的感覺 可是歷是不好嗎 絕對也不是 因為這個跟我們的佛教 道教的這種清郁有關係 清淨 雅致 清雅很多這種概念是連在一起 清淨的內心世界是相當有關係 所以他們一開始歐洲人來到亞洲 他不喜歡喝綠茶 甚至紅茶的我們都覺得已經有一點色 有一點像他們的葡萄酒了 那還加糖 讓它更濃郁的一種厚度的感覺 所以你回避不了你自己曾經在歷史上留下來的環境 也就是那本身就一直在往前移動 你身上也是如此 不見得歷史理念 沒有今天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呢 就是說 我們看到過去 在台灣發生的任何事件 我們可以想到今天很多很多 我講的不是說要去講那種重大事情 重大事情已經很多人在提了 譬如說我們講藝術 各位常常看美術館藝術 常常表達一種很巨大的東西 巨大的權力 今天他在講 今天他在講就是綠能 講這個 全球的暖化 全球的如何如何 都很談巨大的 大自然的世界 也就是說我們很容易屈負於這種power 我們做藝術的人 做文學的人 很容易就屈負於這種大的能量 那早期東周 大家不要忘記就是宗教 很多藝術抵不開宗教 沒有宗教你怎麼樣活下去 你怎麼可能會有有錢人 會去commission你去畫畫 去調科 那更不用講政治 不用講大自然 就是崇拜大自然 事實上那是對一個更大的力量的敬仰 那我要說的 其實我不是那麼的會虛主義者 很可能我就是很早在注意台灣 被遺忘的東西 但是我寧願連結這個東西到一個 編曲或者是被遺棄的概念裡面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羅馬帝國敗亡之前 這個德國只是蠻族 savagers 在義大利的回首的 強盛的羅馬帝國 那個時候的比方蠻族 只是經不起一級的弱小民族 就是一些破壞的部落 然後拿很弱的武器 在邊境這樣 蒙古跟滿洲在中國人的眼中也是如此 但是他們下一波就是他們 因此我的概念在此 就是說邊垂不是邊垂 他可能是下一波的主流 那被遺棄呢 不見得永遠是一個被遺棄者 他可能是下一波 或者是下下波的主導者 我永遠樂觀的看待任何不平 或是擺在同一個位置的這種現象 之所以如此 其實是內心世界是滿以一種民主觀點來看任何事情 譬如說 我那個時候看到的主流現象 都在談獨裁 威權 反民主 民主 以及這個刑法一百條總統這些 就是那種街頭的衝擊大到大家都忘記台灣長什麼樣 所以我花了很長的十年走訪很多 我可以說我沒有看過任何藝術家出現 也沒有看過拍片的人 在我走訪的路程上 看到任何這樣的導演 或者是拍影片的人 那些東西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台灣歷史留下非常豐富的世界 西布萊人裡面的所呈現 其實剛才卓老師有提到 他不只是把台灣最古老的一個口傳文學 重新戲劇化 把許多故事凝固成一個台灣曾經有過的最古老的故事 出現在電影裡面 那麼也把很多聲音都放在這部電影裡面 所以有趣的一個朋友跟我講 看著賽德克巴來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你的西布萊人找他二十年了 有趣的是 我用的聲音是 是面對著他的聲音 不是回去過去的聲音 不是 我舉個例子 西布萊人裡面的旁白是 台灣最高的部落 司馬庫斯以及第二高的部落鄭七堡 日常講的話的這種泰亞語 可是對白語 就在影片裡面 泰亞人在對白 也就是說他們祖先是講那種話 可是日常生活裡面的對白 我是用東澳跟南澳最常使用的 當代的東海岸的泰亞語 那裡面充滿了很多日語 因為它低海拔 那受日本影響很深 然後加上一些國語 因此我提到的 其實從一開始 從80年代末期 我一開始提到的 其實就是說 角色的民主之外的 故事的民主 還有歷史 當你在講故事的時候 你陳述歷史的一種民主性 聲音的民主 我記得西部來人第一次 錦寧瑞 把他丟到那個 金馬獎的國際營長 就是把他當作台灣片 把他當作國際片放映的時候 很多台灣人去看了 然後出來嘴巴都開開了 因為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聲音 泰亞語他從來沒有聽過 他就在你的共同土地跟屋簷下的一種聲音 你這麼陌生 這個就是不民主 就是完全不民主的 一種我們的共同生活制度 讓比我們更老 古老的語言 我們居然 默示他的存在 可是他是那麼的好聽 所以你念了很多語言的掺杂 其實我不是重返歷史 我是將古老的過去的 跟你面對的現實的經驗 平行的 陳列讓你看 關於這個聲音的民主 我也必在過去跟很多機構提到說 台灣太現實 太具象 無形資產裡面包括聲音 所以我做了 我花了9分時間做了100位詩人 現在要14位過世 那過世的詩人的聲音 對不起 你一定要來到我們的DVD裡面 才看得到 才聽得到他的聲音 為什麼 國家從來沒有去敲他們 國家從來不認為 他發出來有accent 有口音的這種老人家 有什麼珍貴性 我們在聲音上是不民主的一部分 我們歧視過去的人 有口音的人的發言 我提到的是這個概念 所以 我的內心不是一種廢墟的 的單一 單一觀點 因為它隨時可以成為 一種新的議題 而且大家共同論述的 我必須說 一個人 他不曉得他是什麼 除非他全面的解放 我也不曉得我有一天會去做 藝術家的紀錄片 我也不曉得我有一天居然會去 做詩人的口述歷史 有人笑說你就是越做越倒退 人家是從口述歷史變成紀錄片 變成拍電影 你從拍電影回到紀錄片 又回到口述歷史 你是不是火車逗對路 我必須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必須像姚瑞忠先生這樣 有自己的甜調觀 你必須對你的 有興趣的題目 做全面性而認證的 深入的研究 就像科學家一樣 記得 大家都在談那個 文藝互信 對不起 如果你認真讀過 我們義務卿所有的記載的話 不要忘記 李開蘭基羅跟達文西 當時有體型奇怪的人 過世的時候是搶屍體 急忙的搶屍體 回自己的工化室解剖的 為了要了解 為了 這個還太大了吧 為了要了解 他 那你了解他就是了解自己 所以當你像姚老師這樣子 等等 真的不要讓我 我把這個講完就好 對不起 也就是說 你把台灣的一個重要的一塊 雖然可能會被認為是邊垂不重要 你深刻研究到無語徹底的情況下 你揭發了台灣一個寶貴的一面 就像 為什麼 我們不就 跟著老師去畫模特兒就好 跟著老師去畫三歲就好 幹嘛 老師你還要解剖屍體 這是老師自己的填掉 屍體腐爛很快 達文西也是在工業革命之後 慢慢才被歐洲重視他在武器上的設計 在之前大家都忽視他 所以不用恐懼 達文西不會因為他做武器 他的藝術成就就很低 我其實是跟朋友分享這一點 我從來不覺得我做了私人的口述歷史 那也不是紀錄片 那也不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自己降格 不會 我們派固執一種形式 就是有展覽 有一種觀念呈現 我們就是一個總在前面的運輸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頂大的錯誤 一個你被認識不會是一個切面的理解 你會不會是重面的 長度 從頭到尾這樣切下去的理解 你的全部會反應很多可貴 我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如果每一個人都在做的觀念 跟切面的觀念 那他們的相似性 你何以從這一群人當中突出 你有什麼領域是專一的 是獨特的 是令人感動 是前所未有的發現 我回頭要問這句話 所以以下我必須把邁復工的交給 任聰明我已經提到他兩次了 謝謝那個 文明專導演 還有羅勳老師的介紹 剛剛有提到就是關於歷史回訪跟 廢墟作理的見面 所談的一個問題 我還記得那個二十年 大概不到二十年 我去看西布蘭的四片 我還是非常感動 裡面有很多 在談一種所謂的 被官方記憶所刻意抹除的歷史的回音 出現 所以我們前面就要切入到另外一個主題 大量的去拍攝這種 不論是廢墟也好 或是文字館也好 常常會有人問我說 這個是藝術嗎 那藝術為何需要田野調查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可是就對我來講 我們先不要講他是不是藝術的問題 我們先說田野調查對我們當代的這個 住在台灣上的人 之所以重要 它重要在哪裡 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從教育上來看的話 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 基本上它已經有一套既定的國籍跟模式 所以我們在生學主義的背景之下 造就了很多的這種 只認知你文字上面的紀錄語 或者說是某種正式的所法 而忽略了自己親眼所見 或者說是清零現場的一種感動 所以就變成是填壓 或者說是一種非常公益主義的一種模式 那麼它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保守性 尤其是在學院或是大學院校裡面 刻意所回避的一些問題 然後大量的慣慨這個西方 現代主義的經典 或者說是一些人文市場 當然它的最重要服務的目的還是 在這個社會一座邏輯之下的各種擺公 就是擺家 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形態 所服務在這個價值觀下面 那麼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所接受的諮詢除來自於教育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來源是來自於媒體 這媒體不論是平面媒體 電視媒體或者說是數位媒體 其實我們會發現現在的電台 不像以前只有三台 現在要上百家 可是它是否就因此而多元 觀點而更開放 其實並不見的 我們發現 無論是教育或是媒體上 都有一種壟斷式的一種 就是壟斷式的一種邏輯思考 所以它會刻意的去排除一些官方 或是所謂的權利者 所不願意承認的某一種歷史 因此 我們這樣可以這樣說 無論是所有的學校 軍隊 家庭 政府 企業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檔案 都有他們自己透過檔案所建構的一種價值觀 以及一種透過檔案去鞏固意識形態 去符印它的這種最高指導原則的功能性 所以你說 你說軍隊裡面有沒有那種檔案 有 那你說政府它有沒有自己的一套檔案 有 所以 甚至小字 各位的家庭照相簿都是屬於一種檔案 檔案其實很多 它有文字的 有聲音 有圖像 有影像 有物件 那麼隨著 不斷的 就是說 可是 我們會發現 我們現在所所接受的檔案 大部分都來自於所謂的官方說法 官方可以說我們文字館只有 只有三十幾件 那你相信嗎 所以 我們要做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我第一個我對教育系統是不信任的 第二個我對於我們所被灌溉的媒體 被灌輸的媒體是存疑的 第三個我們對於官方的說法 尤其是政府的說法是 就是高度保留的 因此在進行我們這個 所謂民間版的這種 所謂藝術行動要 或是一種填調行動要 它都是希望能夠透過另外一種路徑 去突破這三方面的 這個長期癌的前置 那我們做的方式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透明化 首先你必須要把透明的資訊 資訊把它透明化公開 讓它又產生一個 共同娛樂的力量 這個是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這些資訊必須要檢要 必須要指指核心 就是一看就了解 所以它不能夠像證文給你的數據 或者說是像學院裡面給你的那種高深理論 所以它必須要非常簡單明瞭 所以我們在進行文字館的集體 踏查這個行動 它就跟所謂的社會行動 或是藝術行動 有很多本質上的差異 它可能是介於在這個之間 一個模糊地帶 一直都 這兩塊完全以前都不太碰觸的這一塊 那因為藝術 很多的行為藝術 或是藝術行動 它有很強的這個 突破美學自身限制的 這樣的一個嘗試 比如說它要 突破肉體的限制 它要突破社會的規範 突破這個女性的被載字的性像 那它還有另外一種是 比較自我浪漫化的 就是它會自己把自己搞得就是非常的浪漫 然後這個很很自匿 或者說是非常的自虐 自虐都有可能 所以它的很多的藝術行動 它是你看它懂 它不是奠基在一個故事性 或是一個敘述性上面 它奠基在一種某種抽象經驗 或者說是一種超越的經驗 這個上面 那社會行動的話 那更直接的就是 它必須要針對某一個特地事件 進行一種群眾性的 一種抗議或者說是顛覆 那麼以其造成某一種壓力 讓這個擁有權利者進行改革或改進 所以它有很大的目的性 那麼 那麼對於我們就是說 透過長期的田野的這個普查 去進行了一種檔案的分析 我們會發現 其實檔案是有力量的 只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檔案在哪裡 因為我們的檔案都是被國家建構 它建構好之後 我們被灌輸了 所以 當 當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就會來自於一些壓力 這個壓力是來自於我們自身的質問 就是說 欸這樣子 這樣是藝術嗎 那我就必須要訪問一些 就說一些同學說 那這樣為何不是藝術 因為藝術的最重目的就在於一種解放性 一種解放各種束縛 或說解放各種意識形態枷鎖的一種附近 畫筆可能是你的一種枷鎖 大概是一個工具 可能也是一個枷鎖 一個模特兒 你畫一個模特兒 可能訓練你的功力 他可能是一個 限制你美學開拓的可能的一種途徑 所以我們那時候希望同學必須要走出傳統美感訓練的方式 不是透過你要去畫這個金物 或是去畫裸體的模特兒 或者說是什麼方式去鍛鍊你的觀察力 還有創造力 而是透過一種行動的方式 把你直接拋在一個地方去 不論是追蹤啊 普查或者說是蹲點 他必須要經營在那個環境當中 才有可能去發現問題 所以在透過你的各種的脈絡 跟那個管道去展開你的這個 這種普查方式 所以我們這種普查方式是非常的不學運 非常土的 非常沒有經過嚴格訓練 那麼 但是也真是因為教主 他有一種奇妙的動人性 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很多同學 他跟父母去拍這些廢墟 政府所蓋的廢墟 比如說我一個同學 他爸是國民黨的忠誠史中黨員 他女兒就是我同學的學生 他就要求他爸帶他去拍 他爸爸說新竹沒有文字管 他爸爸說新竹沒有文字管 新竹是國民黨 自己的很好 不可能有 然後他女兒說 還是拜託你帶他去拍 結果他就帶他去 結果那天下午都拍得不可 他爸臉都綠了 都講不出話 所以就會很多類似這種衝突事件 是在他的學運 或是他的這個感性的過程當中 是無法碰到 還碰到很多的其他的這種 包括親情的 修可 心理的這種因素 所以我會發現 其實剛剛 董老師說的這個廢墟 我覺得他 他只是一個界面 我們其實要看 那個廢墟的表象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我們是拍廢墟的表象的話 各位就會看到很多的像 日本也很多拍到攝影沙龍的 他把那個廢墟拍得非常美 然後上面看著這光景 還有漸層 旁邊都美美的 然後加一點這個綠色的啊 還有那個炫光啊 什麼的 那他其實只換個角色而已 如果他裡面是一個羅女的話 他用的手法是一樣的 他背後的觀點也會是一樣的 因此 這種沙龍式的廢墟呢 其實現在台灣也蠻風型的 很多的美照你啊 或是羅女就在廢墟裡面滷一下 然後開起來 那你說那種是我們所關注的那種廢墟嗎 那當然不是啊 他可能只是 藉由廢墟的強烈對比去展現肉體的 強烈的那種 活生生的美 所以他是比較滿足表面我們四網模的愉悅而已 就是說你看人眼睛很高興 吃冰淇淋 可是他不會到 可能到你的大腦子會很短暫 那麼 像還有另外一種是做 透過這樣的廢墟的這個 來做預言的啊 預就是 一屬預言跟預言喔 你可以是一種 末世預言 比如說像我之前 不過一本書是宋哲來的這個 台灣廢墟喔 他早期的這個 這個 這本小說就是在預言台灣因為河島 災變 然後造成了裡面 島內的一些混亂的場景 其實他就是用預言的方式在 在談論一個末世論 或是一種 一種情境 那這種廢墟 它代表很多種毀滅 或是一種 我們對未來的想像的這種價值觀的工程 那甚至像這個 黃島的這些很多的片子 也有這類似的就是 末世的這種預言來探討 我們自身的寵境喔 我記得我上了一月 還是前兩個月我在 我在哪裡 我在 我在上來跟曾經的聊天 然後我們還有還有林奇衛 還有幾個藝術家 我們聊聊就說 其實我們在做共同的工作 我們就是在做一個 臨終關懷 什麼叫臨終關懷 就是對於中華人國的臨終關懷 有一種工作 現在又加入了 其實黃島也做很久 那現在又加入高峻桶 還有很多年輕人就加入了 比如說我們在做臨終關懷是 因為這個已經鑰匙復活了 那面對這樣的現象 我們執法它整理整理 它有可能會變成慕智林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幾個都覺得 這個講還不錯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在做這個工作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那因此 像我在拍的廢墟 剛剛 像黃島也非常早期在拍喔 那時候 那時候我看到他變成會嚇人 哇這個 那種黃島國人厲害 找了很多那種 很棒的廢墟喔 剛剛那時候我也在拍 不過那時候我在拍的時候 還不是很清楚 我到底在抓那個是什麼東西 不過後來我比較清楚了 就是說我 我是似乎透過檔案的這種力量 去談一個民間版的 菩薩 就是社會菩薩 那麼它要談的是 因為社會變遷跟政策失敗所導致的 一種產物 它跟 背後跟政治地緣選有很 很強烈的關係喔 所以我要談的不是废墟的表面 而是它是 詮釋 在鬥爭當中 角力 人 的冰山 我拍的是那個冰山 比如說我拍的废墟就是那個冰山 它下面子余還有十分之九還藏在下面 那後來我發現 只拍废墟的表像是不夠 只靠歸一大堆分析還是不夠 所以 只要進一步去拍文字館 要把那個十分之九的部分也盡量補裝 就等於說我們拍冰山 之前是海上相機來 現在就是用那個 海底相機拍下面 希望能夠拍照到全貌 那因此我們在進行那個 像我手上這位後後的檔案 各位看到 就是 上上禮拜工程會開的會 他們就把所有的那個閒置空間 因為我們 我們給他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就 他就自己就給我一份報表 這個報表這邊有三百多個閒置空間 那裡面有多都是我們查過的 後來發現還有 還有紅色標起來的是我還沒去拍過 還一大堆 雖然在這邊還有一百個 所以 有人常常問我說 欸可不可以再出第四本 我看現在應該是有福 因為這裏就是 100分的名單 所以你說這個現象 是不是 就是民眾官員 就是說 台灣已經面臨了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說一個處境 就是關於 目前因為 台灣一直在透支 在用這個土產 然後就是跟未來借款 然後呢 這個土地呢 造成巨大的變動 所以你在台灣可以看到的是 真的是掠奪四次的主義 在台灣的政治體現 就是 把很多公有的這個利益 釋放給民間 把民間就開始跟財團結合 然後去 共同剝削 更多的這個 就是大家 老百姓 那首先看到就是 土地嘛 就是包括像 都市更新啊 土地開發啊 就是這個 可以看到很多 最近有很多這種 不是這樣的流行 且是空間在利用 它還是歷史回訪的部分 可是問題是 我們回訪到了什麼歷史 沒有 我們現在回訪的是 就是說那種的記憶是被抽乾的 是被架空的 是被架空的 它變成一個乾殼 比如說 各位去華山看到什麼歷史嗎 各位可能只看到這個 很多的文創商 文創商店 還有很多的咖啡店 那各位經常去松山店長看到什麼 一樣 看到台北文創大樓 然後有很多的 販賣很多的文創品 那所以我們其實 其實政府他們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去進行 所謂的這種 一種假回溯去進行一個 增獲利的一個工作 那這工作呢 這個獲利其實還不是民間獲利 而是財團的獲利 所以目前台灣目前 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記憶慢慢被抽乾 那我們的歷史的記憶慢慢被拿來觀光化 消費化跟商品化 可是那個東西 無助於我們認清歷史的真相 以及去產生行動的力量 沒有 它只會促進我們的消費的力量 因此 當所有東西都指向消費的時候 就會有危險 為什麼 因為請問你會去買一個手榴彈嗎 或是你會去買一個刺蝟嗎 不會吧 大家都會去買比較 安全的 這種亮麗的 可愛的商品 所以為什麼各位現在去華山都會看到很多的 很可愛的公仔 很可愛的文創 或是卡通 卡曼 各位有在那裡看到任何的實驗性因素嗎 或者說是比較 比較前衛的因素 沒有 因為文創他們是不要這個 他不要 所謂的文創都是沒有原創性的意思 你不懂是嗎 那直接拿無外的拿摳筆 然後或是直接已經最快 因為你要有原創 你需要開發 你要等十年二十年 你要有成本 可是這成本 商家是等不及的 除非只有藝術家 或是他們自己投資 才有辦法熬出來 所以講了半天 我們現在的廢墟已經是一個 建工 我們現在看到的廢墟 比如說對我而言 華山可能是一個廢墟 可能對我而言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樹林那個台系客運 或者說是一些大的廢墟 我反而覺得它有很多東西可以挖的 它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看到 那因為我現在就 為什麼我剛剛不會這樣講呢 因為華山我可以看到就是一個 被包裝過的 一個消費性的產品 它後面的歷史都會被抽掉 或者說是已經很多東西 慢慢容易就被賬安了 它也不要你啊 你就選擇這些東西 所以透過廢墟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我們的聲勢 我們為何會被遺忘 那麼透過廢墟 我們才有可能拒絕被慢慢的遺忘 或是被強迫性的遺忘 因為我們台灣社會是一個 強迫症的社會 強迫裡面都要看黃色小牙 強迫裡面都要很多奇怪的東西 那這個是誰造成的呢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 它不重視這個脈絡 不重視這個系統 它只重視一種 即刻的 意己事的效應 所以這個我就簡要給大家說 剛剛兩位老師的問題就是 我在拍廢墟以及做我對廢墟 還有進行這樣的手法 產生的一個可能性 好 那我們既然談到那個臨終關懷了 那其實跟死亡有關的這個問題 因為 其中關懷它的原則是 就 快要死了 還是叫在那邊死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講 藝術好像 它主張不做積極治療 也就是說 因為它已經 這個 對 已經 已經沒救了 所以 但是這個時候 究竟能夠 能夠做一些什麼 就是 就是去按摩嗎 或者說 讓這個即將臨終的朋友 能夠舒服一點 但我想到不只是這個 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臨終關懷裡面有個很重要的主題 是 這個 這個 照顧者本身的這種狀態 也就是說 臨終的這個狀態 在照顧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給照顧者本身 很大的一個功課 或者說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禮物 我想說把這個部分 再做更多的這個了解 因為像 我知道 這個 如果 黃島也是 臨終關懷大師的話 從早 從早期開始 像寶島大夢裡面的這個寶島 過來 過輪胎 之後像這個阿寶 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生產 不僅是這個 獨立電影跟紀錄片的這樣的生產 那 這個我跟黃島也 之前也聊過 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廢墟 為什麼要拍這些東西 為什麼要關切這些 地景的這種變遷 或是意識形態的 這樣的一個夢幻的變遷的過程 好像有時候不完全只是要呈現那個主題 有一個部分是說 它對於這個 參與在這些計畫過程裡面 像剛才 這個姚老師也提到 參與在這些計畫過程裡面 去進行這樣一個創作計畫的 這些主題 剛才黃島也講過 好像是一個 劇烈的改變的過程 就是一個 如果說 這個 沒有經過完全解放的話 其實 我們不會知道 我們自己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而這樣的一個過程 去做 不要再說你多關懷 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這樣的一個 對於這種地景 或是對於廢墟的 這樣的一個關切的過程裡面 我比較想了解的是 另外一面的生產 它是對於一種 新的主體性的生產 就是對於一種 新的主體性的再生產 那 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那我想說 兩位的這個 方法 或者說 曾經經歷過的 這方面 可能會不太一樣 不是 所以我想說 在這邊是不是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樣一個 主體性的生產 我們這個 今年 台北雙年展 要做這個 從關係美學出發 不因為他要做策展 他把這個關係放在物件 最近 談比較多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回到關係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側面來講 有時候是 人跟環境的這種關係 人跟空間的關係 跟歷史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而這個關係的過程很重要 其實就是一個主體性本身的 自我更新 而這個自我更新 他好像要有某一種 連結的這種組織的方式 跟這個 去進行創作的一個過程 那 兩位老師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扮演 某一種組織者 開創者 那麼 是怎麼樣去思考 降低一個問題 因為這邊我們說 如果不完全是在創作 還有培養 這個 後進的 或者說 共同 這個工作者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 那你們是怎麼在思考 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對這個部分 特別感興趣 那第二個這個問題是 這個部分可能是特別 比較針對黃島的部分 就是關於聲音的問題 因為剛才提到 很重要的部分是關於聲音的這個民主 就是 除了這種社會跟政治角色的民主之外 我們對於故事 對於歷史 對於聲音 我們可能是不民主的 因為我們不去尊重 這些少數的這個聲音 包含這些 講話有腔調的 這些人 這個 我在另外一個導演的 這個 陳傳新 他在拍《做夢蝶》的 這個文學電影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到這一點 就是 他是用聲音的現代性來講 這個我想再把它拉到亞洲的這個問題上 因為 今天的這個國際的語言 不是歐洲語言 主要就是英語 或者說 一定程度的這種 日語 那 可是 對 語言的弱勢來講 特別對那些 不僅是語言弱勢 他還有腔調 他有地方腔的 這樣的一個聲音的這種存在 我們應該 我不知道怎麼問這個問題 因為對陳傳新來講 這是一個 很混雜的現代性的問題 他覺得說 這個聲音 這個腔調 周鳳蝶呢 他念白他的這個詩句的 這個特別的腔調 他就是代表 六年七零年代在 重慶南路上面 全世界可能唯一只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詩人 在邁述的 那種聲音 一個流離的 離散的 遷徙的 遷徙的 這樣一個聲音 而這個聲音呢 在消失之後將永遠消失 也不會有人瞭解 所以呢 是 對於這樣一個聲音的這個民主的問題 對於口述歷史的這個問題 它是不是應該 可能有另外一個意涵在裡面 就影像跟聲音的這個採集 口述歷史的過程 是不是不只是那個內容性的問題 它還有形式上跟材質上的問題 就是對於聲音本身的 這個講述這個歷史的聲音本身的 這樣的一個採集 那麼這個部分是不是設計 特別也涉及到 亞洲的處境 或是所謂的亞洲知識 的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 像一個要素 我就 再問這兩個 小的問題 然後之後我們就開放討論 這樣好不好 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因為光是聲音本身就 就要把你帶到全世界去 聲音是一個想像的東西 那 一點 都 不會被它所講的內容 所具象化 文學都已經這個樣子了 各種況是聲音 我們比如說 《紅樓夢》到最後 或者是 《武松達姆》到最後 就開始民間有出現 插畫版 那我打 《武松達姆》這個例子 跟各位解釋為什麼 氣象跟抽象可以有這麼大的 挫敗的差異性 《武松達虎》後來出現的這個 小說裡面有插畫版本 《武松達虎》非常巨大 然後他左手揪住脖子 老虎的脖子的背後 然後右手舉拳這樣打 那就是一個經典的插畫的標準動作 各位知道《武松達虎》寫小說的時代 中國的版圖還沒有抵達東北 那在這個長城境內 事實上是沒有所謂的 今天我們認知的虎 那唯一的虎就是西南虎 西南虎最大最大就是軍用狗 那通常都是小狗 所以當武松達虎圖像畫之後 因為整個武松達虎裡面沒有提到這個虎多大 所以插畫之後就變成很巨大 所以就引導出一種錯誤觀念 一個男人只要他有十八般無意 是可以徒手 徒手 幹掉一隻大虎 這個大虎 東北虎 西波 利亞虎 你覺得可能嗎 我覺得是免談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有沒有考驗 就沒有任何例證說一個男人徒手 我曾經 好 那我就保留給你 好不好 我保留給你 對 那考證的結果是他打的西南虎 長江流域的西南虎 所以可以確認他打的是一個 最大最大的是一個 德國的軍用狗 那麼巨大 那當然他可以騎在他背後是沒有問題 中國國畫裡頭的老虎 從哪一個朝代開始 從中國的國畫裡頭 沒有 我提出這個問題 好不好 那麼你如果覺得錯 那我們各自再回去再做深入研究 我提出這個現象 就是說文學開始插畫之後 開始出現問題 本來文字對一個人的描寫 它是開放的 它只是重點提示 這個提示所使用的文字是你熟悉的 至於尺寸 比如說這個人一百幾十公分 或者是 是不可能在中國文學裡面出現的 經歷到幾尺幾寸幾分 這是很少在經典文學出現這種描寫 我們常常讀到文學是 那年秋天大東 以後一講大幾幾的 一講一下手字 對中文文學就敗了 那整個感覺就滑落了 所以那年秋天 就是一個空泛的一個 給你有自己有想像的一種感受的描述方式 因此我就說這個 聲音 我趕快回到這個主題 聲音其實是無比抽象的 那價值呢 它是無比化 無法想像 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要去理解 剛才我們羅鈞兄提到的這個詩人 其實當初我也是這個想法 他們是走在我後面的 那當然很明顯 島上在高椅上寫作 是在一百詩人完整之後才出現 其實我就是希望在一九九九年就想像 這一個二戰時期的最後一個族群寫詩者 必須趕快記錄 今天你聽聽那個 絕不可能聽到的羅門 海南島人 這位詩人在用他的口音 他企圖要講好 我們說的國語或者是普通話或者是北京話 來念他的詩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他很絕無僅有的口音 就像卓金雄講的 如果他走了就沒有 不是只有 你說到的那一個中心難入的詩人 是每一位詩人走了 他的口音就不見了 他特別講話的方法 還有他的手勢 我曾經在做一百位詩人的時候 從南到北 從中部到花蓮 出現了一個現象 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 一百位詩人裡面 我們去拜訪的 還把那些不希望他家裡被人家拍的 都南瓜在裡面 當然是沒有拍到這個 我拍到了 他家中有十間 有十間日本房 就是有一陣子 大概是六年年代到八年代末 有一個潮流是在家裡 做一個榻榻密房 然後門是紙拉門 可以讓小孩在那邊玩 客人也可以讓客房在那邊睡覺 電視機也可以在那邊 甚至這個Family room 也可以當作客房 是總格運用的一個 小孩子也可以在那邊放梗頭 不會受傷的一個地方 還有十個 第二個現象就是說 很多上了年紀的人 穿的是格子裝 所謂格子裝就是cowboy的衣服 現在你舉目相望 除了這位女生穿的 這位男生穿的 這已經是另外一種改革的 幾乎很少出現在年輕人身上有格子裝 可是為什麼會大量出現在這個六十歲以上的這一批 尤其是七十多歲的這一批人身上 原因是 美國文化是在戰後 這一些人是年輕的時候 引進的 他們第一個接觸的外國文化 就是American cowboy 然後第一首歌就是agogo 就是一直搖屁股然後一直扭著 那一首歌 然後那個時候 這些搖屁股的男男女女美國人 穿的就是cowboy的上衣 所以很有趣的 就是很整齊的看到他們 我請他們每一個人要 面試的時候要換衣服 那他逐漸逐漸就把衣服掏出來一直換 那我看到這些人都有格子裝 而且是typical的 沒有變形的 沒有像這樣的 還有多很多線條 口袋也不會像他這樣做斜角 都是正紅跟素 我們 逃不開自己 所以那個珍貴性 就是說視覺本身是不用講話 這件事情到聲音是 的價值無法想像 今天如果說各位知道韓裕這個詩人 你用國語念他的詩你完全念錯了 他是南方人 他那個時代他不會講北京話 北京話也是這兩百年才形成的 是元朝以後才慢慢形成的 好 那我時間其實也不多 但是這個亞洲的處境 這個實在是個太大的議題 不是我回答你喔 這兩下只有辦法談清楚 但我總覺得我個人總深深的覺得 我們是小國的國旅 我們不是向外的入侵者 我們沒有帝國興奮 我們沒有對外國的領土有任何欲望 但是我們卻因為 我們向外的強國強權 我們都去學習 向他們學習 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的歷史 當我們某一個程度 掌握他們的時候 我們會很容易 以他們的觀點來看自己 來忽視自己的很小的文化現象 我們反而比以往沒有出國之前 更鄙視自己 更嚴重的鄙視自己 他都沒有特別 他只是忽略你 你卻在自己的土地上 鄙視自己 這是特別可怕的 有一種現象 所以其實也不是形式跟材質 而是在每一個人內心世界裡面 怎麼樣去形塑這一點 那剛才我很快來把這個講完 就是 吳老師有提到 他看到我的獨立電影 談了兩次 我個人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 現在的電影資料館 完成曾經有一次走到我身邊說 為什麼 你以前的助理 這麼多變成導演 為什麼沒有別的導演 你的助理變成導演 我說 我拍片的時候都在喝酒 我都拍得很慢 然後就故意把圍上空下來 然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 我知道我這個講了會被打死 但是可以跟各位分享 就是 這種民主的平台 之我嚮往 也就是說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我都覺得 是一樣大小 我都希望他們在一種有韻律的情況下快變 後來呢 這個其中現在比較紅的 也蠻紅的 神可上 去年 這個溝通 不是他獲益 連我都獲益很多 一個年輕的生命的脈動 你感受很強 然後你感受 他回應你在想要陳述什麼的時候 那個更珍貴 那個更珍貴 我很愛這種細膩的東西 那這個全國都是 一種新生的台灣 的靈魂 那個我覺得珍貴無比 我只是說 這種獨立電影 剛才 剛才龔老師用 用這個叫做 這個 主體性的生產 以一個自己拍片的人的觀點 我朝著 一個方向思考 倒不是 我同意 但是我覺得 就像我剛才講達文西這個概念 我覺得一個人 他的存在 你寧願 你最終目的 其實是一種完整性 叫做全人格 你不是一個偏俠觀點的專業人 我們被訓練成一種偏俠觀點 也就是說 仰賴一個劇本 然後拿到 然後找到錢 然後趕快去拍片 我沒有任何慾望 是那種 那種型態的作者 反而是 自己有自己的田 自己在澆水 然後種蔬菜 然後自己去收割這些東西 然後自己活得很快樂 不管這一塊田園跟隔壁的工廠 已經摩擦到什麼程度 所以 所以 這回頭解釋 我會去拍 私人的果樹歷史 花了九年半的時間 我感到無比的快樂 好 謝謝 其實我們應該要頒給黃富川導演的一個貢獻獎 因為他真的對過去很多的那個 無論是藝術工作者 文學家 詩人 做了很大量的紀錄 那我會說 這樣的一個奠基於 現實生活中的那種客觀的紀錄 的工程 其實應該是國家或政府要做的吧 這樣變成是他個人 以個人之力 就是 幫國家彌補我的同學 其實是滿難得的 我個人也非常的推崇 那麼 像我個人做的也是屬於一種現實 現實生活當中的紀錄 所以我拍的廢墟都不是 都是真的 都不是 再去用 就是所謂的reuse 就是再去運用 不像說有些作家是 透過廢墟去再創造 或是再想像的一種工程 那我是希望就是透過一種直觀的方式 就是採集 但是採集碰到一個 一個倫理學的問題 就是說 由誰採集 誰的觀點 技術門檻 所造成的權力的傾斜 這都是一個 我面臨的一個問題 舉例來說 比如說我們要去做一個田野採集好了 你一定要用這個技術 不讓你怎麼去採集 那有這個技術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位階 或者你的技術層次的門檻 就讓你變得好像 就是有點主宰的你要受訪對象的一種權利 那這個受訪者他可以 他可以拒絕採訪 或者說是被你採訪 你採訪完之後呢 你這個權利就變成了 他擁有你這個 因為他有這個技術 所以他擁有這樣一個解說權 再權制權 那麼加上如果他更擁有 背後的通路的話 比如說媒體通路 或是一些書店通路的話 他就形成某一種權利 所以各位知道為什麼政府會害怕我們出文資管的那個數嗎 因為我們擁有了就是這個技術跟通路 但是我們為了要避免那個技術上的一種 一種 就是說一種太過 太過權力傾斜的一種 一種姿態 所以我們就動用了很多的同學 我們是透過工作方的方式 比如說我要同學去拍那些照片 為什麼不是我去拍 因為我剛剛前面紅島出路 可能是一個尊嚴性的狹隘觀點 那如果我把相機交給各位同學 他們用它比較平實 而且那種比較簡易的技術就可以達成的話呢 基本上它是可以比較客觀的去承受一個事實 我們在場有很多有好幾位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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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的同學 那麼就是說 當你擁有這個相機 你就擁有這個拍照的權利 那你充出的影片或是拍的影像呢 你透過的再選擇獲得另外一種的解說權 那麼透過大量的集結 它產生的一種力量 就是我所謂的檔案的力量 那它簡單明瞭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計畫之前呢 工作方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進行工作方的這個方式去 甚至跟他介紹一些攝影的流派或是一些案例的話 他很快的 就是很容易就落入到一個危險的境地 就是他認為他很高 他姿態很高 他可以左右 他所拍的六項目的命運 這樣的話我覺得是不行的 他必須要很客觀的跟他很平等的去跟他接觸 所以這是剛剛來回應 然後來跟光老師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談的就是這個 因為最後我們是希望把那個主題性就是 讓他比較平等 跟他對象的事比較平等 所以基於這樣的方式呢 我其實是希望可以讓很多人都可以操作 因為他的門檻很低 任何人都可以拍照 手機一拿都可以拍了 所以我現在正在請我朋友做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很簡單 就是說你只要拿你的手機 隨時可以上網 還有地圖網 你就點 反正你就會出現一個台灣地圖 一個縣市 點進去就有文字館的圖就出來 地點就出來 你就按 然後他就各種資料就出來 那你就 隨時 我們就可以隨時更新 那你就可以上傳你們的資料 看到了 就送到這個網站 他就立刻發出來 然後我就會把這個寄給政府 就說 我們沒有在 We are watching you 所以你要小心 你知道 你還是要做 所以目前正在做這個電子版的計畫 所以 就是說跟資本的話 來看的話 它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問題 所以 那當然 台灣問題很多 我們剛剛說的理論化也是 也是有道理 因為今天外媒就有說台灣 真變像王國之路 那麼其實在這個 其實很簡單 各位回顧過去兩三年的這個 不要十年 只要兩三年 你會發現很多問題 這問題包括什麼 各位看到 最嚴重的就是能源有序的問題 對吧 和色和廢料 再來就是 跟大家最有關的就是 就是什麼 各位的土地開發 還有都市更新 各位都住老房子 以後都要被建商給併吞 再來就是 像死亡問題 各位的稅 18% 萬萬稅 各種稅都調高了 然後呢 十二年國教 一開始 推動 還有高等教育的這個 腐爛化 還有更野中 就是台灣的很多農產業 就是 都靠輸入 然後這個 很多假農民 開始蓋很多 度假農村 所以為什麼 經濟農場很多年數 很多假農民 也不是說 很多是業種 工作方式 去活化他們的農田 所以台灣其實面臨問題很多 所以我們 不單只要在課堂上去 吸收更多國外的新知識 而要花一些時間去 進行比較深入的了解 有系統的 有步驟的 針對單一主題 進入長期了解 才能看到問題 那麼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看到問題 對吧 否則的話 如果像沒有 齊柏林的那個 電影的話 大家怎麼看到 那個 那個叫 其實農場的超概念嚴重 所以 發生問題 透過你的筆啊 你的紙啊 你的照片啊 你的手機 其實 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 任何人只要集結起來 都有可能改變一件事情 那麼 你不需要什麼技術 或是 或是專業知識 你只要有一個熱情 我覺得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 像我們那個 文資館 一半都不是 個系 都是外系 那希望今天 大家聽得愉快 那我們今天的 做成就到這邊了 謝謝 謝謝